好,我们继续看一下 整个的这个练习啊 我们看一下第一题叫 他不叫Ruang,对吧 他叫Ruze 我们来看 Nang S Sama Ruang 他叫什么 Sama Sama Ruze 我们来看下一个叫做 Nunca Nunca叫从来不 Dudeo Anniversario 我们从来不会忘记你的生日,对吧 从不会忘记 Nunca 然后看 Nush Ish Semush 他既然调到前面去了 他不会影响这个发音了 这个就该写 还要写出来这个S 第三个 Criança Ya 这个孩子已经 Lava suzinha 叫什么 Lava suzinha 叫做洗漱 就是这个小孩已经会自己洗漱 自己洗脸了 Criança ya S Lava suzinha 那第四个 Ainda non 你看一下 还没有 这记得 就是 领导的名字 Dirredor 一般领导 还没有记住 我还没有记住领导的名字 对吧 Name Lembro Ainda non me lembro du nome du diretor 第五个 Els Affirmank 他们 说 他们说 这个Affirmar 其实就是说的意思 说什么 Fleezes Aqui 就是 他们在这觉得很幸福 对吧 S Senden Senden Fleezes Aqui 第六个呢 Komu 这很简单了 Komu de Shamash Komu de Shamash 你叫什么名字 第七个 Nosh Nos Nos Ardin 我们在花园里 要坐在花园里吧 对吧 Nosh Sendam Nosh 我们坐在花园里 我们看一下第八个 Nosh Affirmank Levendar 就是我们起床 就是六点钟起床 Levendam Levendam Nosh Affirmank 第九个 Você 就是您 Lambras da Anna 您还记得Ana吗 Lambras Da Anna Lambras da Anna 第十个 Sin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它 Muy du be Levendam Lambras muy du be Levendam Muy du be 有的学生在这发音的时候 我非常记得这个Ana的好 这个好不是 不是那个好 就是它的好 好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做过的 非常好的事情 或者它的优点 对吧 这个白衣是副词 它是修饰这个的 是记得清楚的意思 好我们从头 我讨厌一下 这个词 它就这样 她不叫 João 她叫-se José nunca nos esquecemos do teu anniversário 她的孩子 她已經洗了 她還不記得 她的名字 她說 她說 她覺得 她在這裡 她叫-se nós sentámonos no jardín nós levantámonos as seis horas você lembra-se da Ana? sim lembrome muito bem da Ana 好,我们来看 下面这个 Farnes de City 我们看一下 还是 要你去识别 是填在前面 还是填在后面 我们先看一下 有否定 副詞的时候 填在前面 Por favor Send-se aquí Dona Maria Maria Maria女士 请您坐在这儿 让我们看一下 前面一个空 后面一个空 的意思 就是让你填 看你让她 把它填在哪里 Dalia 是个名字 Vest In cinco minutos 大家可以五分钟 内就穿好衣服 Vest 是 正常说 对吧 Adáte Ele 是 Incontro Sembre no café 你看这个 Sembre 虽然是 什么呀 它放在它后边 它就 不影响 这个动词 第五个 Ningué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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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词 不定带次 不定带次 为什么咱们叫 见题呢 就是在整个过程中 你见到的句子 类型越多 你见到的句子 越多 你将来来 说句子的时候 越快 你不能靠一个 理论 一个语法的理论 去学会一门语言 一定要多见 这个句子 Ninguém 是一只销 都晒得书吧 Cherbelle de Schumer 就是 就是雨伞 就是 防雨的东西 就是没有人 忘了 这个 忘了它的那个 雨帽 雨帽 一般就是雨伞 葡萄牙因为雨 特别多 它那个雨伞 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有大宝剑型 之类的 还有那个 盾型 还有那种 各种帽子型的 第六个 我们来看 怎么 叫 很晚吗 第九个 你已经 你已经洗漱了吗 我们来看第十个 我还没有洗漱 我还没有洗漱 好我们来看 下面这个 我是 我是七点钟起床 那你呢 要注意 也是要提前的 我也是早上七点钟起床 看一下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几点钟见面 然后他回答是应该我们 十一点钟在咖啡厅见面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我们坐在哪呢 你坐在你那 我坐在我那 对吧 你坐在哪里 他的这个姐姐叫什么名字 他叫 它叫Laura 第五个 你们睡得很晚吗 你看啊 这是另外一句话 这里有个多号 所以正常应该说什么 这有时候它不影响 因为这不在一个句子里 刚才咱们说的要调换位置的情况 必须都在一个句子里面 如果不在一个句子里面 不受它的影响 我们往下来看 你还记得这个Anna吗 然后回答的时候 你把这个帽子忘在哪了 把帽子忘在车里了 你们已经洗漱了吗 对吧 你已经注册了那个Twitter了吗 是的 昨天晚上我已经注册了 对吧 然后 昨天晚上我已经注册了 第十个 昨天你们起得早吗 然后 我是八点钟起来的 Ella Azoidu Imeya 就是她是八点半 Ella Lavan Lavan Damen Ash Onzo Ash Oidu Orash Yella Lavandose Ash Oidu Imeya 更多精彩内容 大家可以关注 半门大学 App 中筹 3 感谢观看